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你看 守护家园 守护家园 家园十八 是我们有收到 台中置屏住 要来联合我们 土地政局来把我们 测量 这就是要拆除的测量 旅刊 这已经百多年了 我们在这里有第一项 我们有優先工买 用这种以非法 来掩护合法的这种手段 要来帮我们这个 这么漂亮的古早 来帮我们掠夺 这个丢丢金 就是富有土地开发的 这个富利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富有土地开发的全身 就是藏意集团 他们在 他们在那个黎明 有做很多 不法的事情 他一天 你如果在粉丝看到 他都把这个阿嬷来威胁 说你如果不走 我就会给他帮助 第一位 第一位 我说 我五台 五台人 到 九十几年 那几百年 他今天跟他说 家庭 要帮助 转转到转水 我跟他 那几百年 我大家一起吃 几百年 那我说 komm pend、你 我所有人都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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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烧hal 阿嬷,加油 我所有人都送了 他们帮助 我所有人都送了 老闆就有太子 老闆要跟他拖廚 我讓老闆就不吃了 過年 土地要這小狗 並且我們也有優先承買的 要這小狗 他們家人啊 他聖書與聖書 還不三審定宴 就使用三分之一的裁判費 就是要拖廚我們的家 實在是非常貴運 今天我們夠贏了 家裡拖廚 我們是要拖廚 他們三分之一的擔保金 我們就要出一個三杯 從來這裡鄉親 大家如果那麼多錢 那麼多現金 大家就在外面買了 沒想到那麼難 並且我們環了 已經幾百年就輸了 大家都在這裡高興高興 實在是不可以說 常義集團想要占就來占 這如果說 根據三七五檢組的條例 根據這個法律的位置 第十二條 他們這是算處理 處理的規定 是可以繼續增進去 我們法律是這樣的規定的 另外剛才說 他們說的優先承買權 優先承購權 這是原來規定的 我們三七五檢組的第十五條 所以我們要向大家報告 把這個法律的立場 我們絕對是騎的 他們應該有優先承買權 或是優先承購權 當初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接受到通知 那土地就這樣子被過負掉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探索的一個課題 在日本時代的土地登記制度 跟國民政府在1945年之後 來到台灣的土地登記制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土地登記制度不同 那國民政府又不了解這一點 一來到台灣就強制使用 他們心中所想的土地登記制度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權侵害 很多土地都被沒收 我們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來看的話 按照法條上面的話 我們至少符合兩項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是傳統建築與聚落 這是一項 另外一項是文化景觀 按照歷史建築跟聚落來講的話 或許有一些 新新舊舊的建築 會有一些委員說 你們這個不符合歷史建築 可是按照文化景觀來講的話 它只有兩項 有兩項主要條件 第一個是傳統的社區 社群生活 第二個是傳統的儀式行為 的一個故作點 我們是屬於韓卡罵 韓卡罵固定的 每年3月23號農曆 等於說韓卡罵最重要的一個 每年出旬的一個陣頭 一定會來這邊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 一定會住在這邊一個晚上 是不是這樣子 住在這邊一個晚上 不是小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那韓卡罵又是我們台中市 最大的一街馬祖廟 我們是隸屬於韓卡罵的一個 整個儀式行為的一個故作點 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完全是符合我們文化景觀上面 所講的 社群生活以及 儀式行為的故作空間 以及它周邊的環境 都可以被保存下來 我現在上面有出現警察入場 所以我們大家很緊張 為什麼我們會緊張 因為今天來了兩次了 左邊右邊還有便衣警察 他有跟我們講說取消旅刊 那我不知道取消旅刊 你們又來幹什麼 我在這裡呼籲我們的司法 46年了 你們都知道誰對誰錯 他們用不法的手段 你們也容忍他們這樣子 有時候我在法庭上看了很想吐血 書記官一脈的打的都是他們對照亂講的話 我們的律師講的話法官一律不裁 就是這樣子 這幾年來我跟了律師 我有時候回家會撞牆 就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法官無法 我們可以讓他跟這個中霸經 這個土匪 纏綜46年嗎 你們用膝蓋有聲也知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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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